怀上二胎后 公婆闹着要把女儿改名成朝地 好让这胎是男保 我听后点点头 不就是改名吗 就让公公改成旺孙 婆婆改成叛孙好了 刚好还是的情理名呢 拿着从医院得到的检查报告 我正高兴得得在国外 跟项目的老公通话 就听到外边一阵门铃声 接着又传来我婆婆的声音 说她来看我 我也赶紧去给她开了门 妈 你怎么来了 这位是 开门就看到婆婆一脸喜气地 在门外站着 身边还跟这个穿着 有些奇怪的女人 一看到我开门 婆婆就直接领的人进来了 莉莉娅 妈上周不是回村看您救母 刚好遇到这位 很灵验的神婆 妈只想着找她来看探 咱们家今年能不能迎来的小孙思 婆婆说完就眼尖地 看到我手里的东西 一把抢了过去 但她不识字 还是在她旁边神婆的帮助下 才知道 这是我的怀孕报告 听说我是真的怀孕后 她眼前一亮 双手合十拜了一圈 也不知道是在拜谁 然后又回去抓住了那神婆的衣摆 神婆灵验啊 在村里的时候就说是有这个福气 这不刚回来就有了 您快点我这儿袭的肚子看看 里边是男妈还是女娃 我听得鹅脚突起 在那神婆摸上我的肚子之前 赶紧用手挡住了 妈 别闹了 我这还要去接小宁呢 您把这里请回去吧 婆婆一听就不乐意了 一边掰开我的手 一边嚷嚷着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 今天说什么也要比你看了 再说 小宁早该自己上下学了 以后等弟弟生下来 他还要帮着你带呢 我知道 婆婆向来蛮横 不想和他多争执 只好耐着性子站在原地 让那个神婆用粗糙的手 把我肚子摸了一遍 林老太 你儿媳这肚子里的孩子 是了有福气的 生下来吃后不愁 父母疼爱 不过这是男圣女 还得看你那僧女 神婆神圣叨叨地 念了一堆不懂的皱纹后 才对着婆婆这么说 一听她这么说 婆婆可着急了 连忙的是什么意思 我一把扯住了婆婆 警惕地看了这神婆一眼 她小爱些小把戏 偏些小钱不要紧 要是敢对我女儿下手 那我也不会放过她 瀑布重拖开了我 还瞪了我一眼 接着又狗腿地勾着腰 在那神婆面前继续问 那神婆用眼睛斜地 瞟了我一眼 眼里还闪过脚诈 又伸出手掐了两下 林老太哦 你这孙子缘还是有的 不过这回迷路了 要让你这孙女 把弟弟叫来才行 你们就把孙女的名字全改了 朝帝 影帝 盼帝 这样三个姐姐都叫着弟弟 才更好地把弟弟引来 我听了之后马上警惕起来 我家只有一个姑娘 倒是老公弟弟家 还有两个姑娘 她这意思就是 把三母姑娘都算上了 可她又是怎么知道的 正当我要开口的时候 就看到在一旁的婆婆 眼睛都发亮了 还念叨着 神婆就是有神通 这下我明白了 这神婆是跟着我婆婆来的 一路上肯定早就 把家底都给套出来了 要不也不会这么笃定 好好 当初生女娃的时候 我就说要这么做 娇啊 你也听到了 这时妈就做个主 明天你和盛男一块 带着三个女娃赶名去 婆婆一边鼓掌一边说 还眼里冒光地 想我肚子上摸 我生气地推开她 妈 这孩子是我和林明生的 跟小您有什么关系 孩子出生 那会我就说了 我的女儿不会叫这些名字 你把人送走吧 我去接孩子 说着 我就把两人一块推出了门 又把门一锁 不听婆婆地叨叨 直接下楼开车 接女儿去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毕竟女儿刚出生那会 公婆也打着这个主意 不过我和老公都没同意 他们也就没再说过 只是这一次 我低估了婆婆的魔掌 接了女儿回家后 我还看到婆婆站在家门口 不过那个神婆已经不见了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想得现在女儿也在 还是得跟婆婆说清楚 妈 那是我不同意 您就别提了 婆婆这次倒是没闹 还把手里的土鸡蛋提了起来 好好好 不提不提 我这回就是来照顾你的 你现在有了身子 是咱那最金贵的人了 听到婆婆这么说 我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但还是有些疑惑 要知道 她以前可从来没帮过我什么 连女儿刚出生那年 她也是借口 说不会照顾成立孩子 就不管我们母女俩了 不过她到底是孩子奶奶 再说不久前 我才那样拒绝了她 要是现在不同意 我怕她又闹起来 刚好专门点女儿请的保姆 有事不干了 就这样 我让婆婆住了进来 抱带孩子 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心 过几天看他们奶孙俩 相处得还不错 你就放心了下来 然后把精力放在了工作上 我手上的项目不少 过几个月又要休产假了 为了不影响休假 我只能加班加点地处理事情 经常凌晨才到家 这天我刚回来 就看到客厅还留着一盏小夜灯 小宁在沙发上 好像是睡着了 我亲手亲脚地进门 但还是把小丫头吵醒了 妈妈 你回来了 她看到我很是高兴 小跑着过来 张抬了手要抱抱 正当我准备 把孩子抱起来 送回房间试教的时候 婆婆不知道从哪跑了出来 干嘛呢 你妈现在怀着小弟弟 你小心点 婆婆有些凶狠地 拍到了小宁的手 吓得她后退了两步 差点跌倒 我心疼得不行 连忙上去扶住她 又把人抱到怀里 不悦地看得婆婆 妈 你吓一孩子 再说了 肚子里这个和小宁一样 是我的宝贝 说完我正想安抚小宁 就觉得她的手 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 我连忙打开 大蹬一看 她的手臂上 有着不少的小红点 看得又像是蚊子咬的 又像是被由星子见到的 手指上还有深深浅浅的刀口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幼儿园 有人欺负你了 跟妈说 我心疼地 抚摸着女儿的手 想到我已经很久 没有和女儿 幼儿园老师联系了 又掏出了手机 准备问问 哎哟 这能有什么事 就是这孩子平时看我做菜 咽道着 要给妈妈也做菜 我才叫她一起做 招 小宁 你跟你妈说是不是这样 还没动 我开始打字 头部就上来说话了 听了她说的之后 我转头看下一旁的女儿 轻轻地摸着她小脑袋 是这样吗 宁宁 跟妈说实话 妈不会让你受委屈 小宁眨着她的大眼睛 看看婆婆又看了看我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点了点头 靠在我怀里 嗡声嗡气地说 要给我做饭吃 好好好 真是妈妈的乖宝 不过你还太小了 下回不许用刀子了 你看她 小手都伤成这样了 妈妈都心疼了 我心软得不行 这孩子一直乖巧 本来我们两夫妻都打算 只要这么一个乖宝宝 但她上了幼儿园后 看到人家有兄弟姐妹 也想要个办 我和老公 这才准备生了二胎 把她抱进房里 又把孩子给哄睡了之后 我才轻轻地出来 看到婆婆还坐在沙发上 我又和她叮嘱了一点 妈 教孩子一点生活技能是好事 但你也要看着来 她才五岁 以后到那些危险的东西 你别让她拿了 婆婆眯着眼指点头 我也挺累的 看她答应了 就没继续说 回房间休息去了 我还以为日子就这样 安安门门地过到生亡孩子 直到那一天 我早上去公司交接完一切 顺便休留产假 中午就回家歇着了 我只刚喜气洋洋地进门 就听到婆婆的一声弄骂 林昭弟 你怎么搞的 洗的衣服这么慢 以后怎么照顾你弟 还想上幼儿园 我告诉你 就那免费的小学初中你能读 读完了 跟我回乡下种地去 别想浪费你爸妈钱 听到那声林昭弟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婆婆 叫哪个亲戚来家里 直到听到后面 我才起了一身冷汗 她说的 很有可能是我的女儿 我忍住怒气 开启手机录像 轻轻地往里走 一直走到阳台 才看到我本该上幼儿园的女儿 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 面前是比她整个人多大的盆 台里满是水和衣服 她弯腰弯的 几乎头都要掉进盘里了 还在费力地用小手搓洗的衣服 而我婆婆 就在旁边拿着老公 刚给我寄来的进口水果 边吃边骂 上次让你炒不菜 还耍心眼留痕迹 到你妈面前告状 这回让你洗衣服 看你这件丫头还怎么告状 我告诉你 以后家里的衣服 全都让你来洗 免得洗衣接浪费店 我听到这 再也忍不住了 冲上去一把打掉了 瀑布手上的果 又把女儿抱了起来 比她擦了擦手上的水后 温声哄她先离开着 小宁乖 先回房间 去玩一会 也许是我的和颜悦色 别了瀑布勇气 她竟然站起来 拽住我的小宁 板了脸嚷嚷 回什么回 就让她在这洗衣服 张莉莉 你这肚子 还有两三个月就要声望 她现在不洗 以后我孙子的衣服 谁来洗 你可别想我儿子再回来 伺候你和孩子 当初小宁出生的时候 没人来帮我们 她的衣物 基本上都是我老公手洗的 一直到我出了月子 我们夫妻俩才轮得洗 我没想到 瀑布会提起这茶 再看女儿不安的小脸 就知道 瀑布这段时间 没少比女儿洗脑 我心疼地把女儿的手 从她手里掰出来 妈 你别管我们家的事情 反正不用你洗 以后也不用你来照顾我和小宁嘛 你回去吧 说完我就想带着孩子 先回房间去 我还是不太想让她看到 大人争吵的样子 却没想到 瀑布直接往地上一躺 开始哭嚎起来 哎呦呦 我这是造什么孽哟 两个儿子娶了两个 不会下蛋的婆娘 我连自家男人都没伺候 来伺候儿洗 还被儿媳嫌弃 听得她的哭嚎 我的火气也忍不住了 直接上前把她拖着往外走 好好 这孩子我不要了 走 现在我们就去医院 把这孩子打了 你以后也别来我家 对我女儿说三道四的 一听我这么说 婆婆马上就爬了起来 死死地拽住了我 不行不行 你个死婆娘 不许把我金孙打了 我们俩人的争吵 还是把小宁夏哭了 我看到她哭 也没心情和婆婆 继续吵下去 赶紧先满人哄好了 又给她收拾干净 把她放进房间里 才出来继续和婆婆说话 莉莉呀 妈刚才都是气话 你别和妈计较 你这肚子里 可是咱们临家的根啊 一出来就看到婆婆 坐在沙发上 讨好地看着我 嘴里还说得软话 可她面前的那盘水果 却每个都被咬了一口 我看了吃饭了心 也不想和她都说 拿了袋子 把那些东西装起来 往她身上一扔 指着门外说 你走 不然我把孩子打了 也许是看我的表情太凶 她最后还是 慢慢咧咧地走了 等她一走 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 我真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这样 对我和我的小宁 我对她和公共 算是不错的了 我婚前有套小房子 他们劳两口说 想来城里陪儿子 我二话没说 直接让他们 住进那套房子里 每个月的生活费 也没少过 哪怕生小宁的时候 她伤了我的心 我也没亏待过他们 但她现在这样 真的让我寒心了 我哭过了之后 抹了抹眼泪 看得关上了门 心里已经做好 打算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她 再继续祸害我的小宁 之后的日子里 我一边物色新保姆 一边照顾孩子 我还特地告诉孩子 她这叫林安宁 不叫什么林昭弟 也不会像那鬼名字 还告诉她 养弟弟妹妹 都是爸爸妈妈的责任 她只要负责 快快乐乐的就好了 时间就这样 过去了两个月 我的肚子也大了一圈 再过两个月 就是我的预产期了 刚和老公通的电话 直到她快回来后 我这心里就安心多了 正挂了老公的电话 我就听到敲门声 今天是工作日 谁会来我们家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猫眼 发现门外是弟媳 这才松了口气 开门把人放进来 嫂子 你得帮帮我 妈这是 要把闺女们都做见了 弟媳一进来 就紧张地抓着我的手 眼里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点点头 让她到里面坐着 好好说说是怎么一回事 她也乖乖地跟着我进去 把事情一五一十地 都和我说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 婆婆被我赶走后 竟然带着公公 一起到了他们家里去 还整天地说着 要把三个女孩 都改名的事情 还一直使欢的他们家两个女孩 本来弟媳以为 这是他人忍就过去了 再说他自己亲自带着孩子 不会有什么要使欢的 他直接去做了就行了 但没想到 弟弟被两个老人烦得不行 竟然已有了 同一女儿改名的意思 还商量着 先按老人的意思改名 等到家里的男娃 生了再赶回去 嫂子 我知道你是最有主意的 我不想让我两个娃 像我一样 弟媳吸着鼻子说 她是弟弟同村的孩子 等名里生男 也是家里最小的女孩 当初家里是不让她继续读的 是她五个姐姐 通摸着攒了钱 送她去读书 她回想起那段日子 眼泪就不断地流 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看着她这样 塌了一口气 我知道她的意思 但我也没直接 把事情印下来 你也说了 这小光都同意了 我老公也不在家 我怎么好去和公托争这事 听了我的话之后 弟媳眨眨眼 抓着我的手低声说 我明白了嫂子 我会回去和老公再说说的 但是也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听公公说 等大哥回来了 要开个小会 就专门说 这件事呢 我点点头 心里也不免觉得好笑 还为了这是特地开个会 不知道的一位 我肚子里怀的太子呢 我俩又聊了一会 他正准备回去呢 我们就收到了同意的电话 婆婆带着孩子们 去派出所闹事了 心里担心 我们俩快速地赶到派出所 就看到婆婆一个人 躺在地上撒泊 旁边的三大孩子们 不知所措地站着 最小的那个 已经在偷偷掉眼泪了 妈妈 我和弟媳 赶紧把跑过来的孩子 抱在怀里安抚 地上的婆婆看到我们来了 闹得更起劲了 天傻的 你们帮着两个贱婆娘 拦我孙子的路 今天你们不给我 孙女改这名 老太婆 我死在这算了 旁边的帽子叔叔看了看我们 显然也是 很无奈地 让我们把人领走 后来还是弟媳 给弟弟打了电话 老太太看到儿子来了 才乖乖地跟着走了 妈 你去闹什么事 多丢人 林光恼怒地冲着 他妈嚷嚷着 而我这婆婆 眼神往我和弟媳 怀里的三个女孩子 瞟了瞟 又开始好叫 我老婆子命苦啊 我做这些 不都是为了让你和小药 有个男丁 你们倒好 帮那媳妇欺负娘 林光是个冲动的 她一看自己妈这样 就忍不住转头 想对着媳妇吼 但我这弟媳 也不是个笨的 她老公还没开口 她眼泪就哗哗地掉 也不说话 就拿那小眼神 盯着她 看得我都不忍心了 果然林光也不说话 叹了口气 妈 这是不急 给我不是快回来了吗 到时候 咱们一家人商量商量再说 还有你和爸 还是先别住我家了 嫂子不是有套房子 让您住吗 上次的闹剧之后 弟弟一家 就把老头老太赶回去了 这俩人也没死心 尤其是老太太 不敢找儿子 就成天地 想找我和弟媳的不痛快 再又一次 听到保姆打来的电话说 婆婆又找上女儿后 我知道不能这样了 脑子转了转 终于想了个绝妙的办法 亲自把婆婆请到家里来 我就知道 丽丽你最懂事 这朝地的名字 你看着时间改了吧 等你肚子里的男麻衣生下来 你呀就知道谢谢妈了 婆婆对异地说着 跟着我下了车 只是这一下来 就遇到一个戴着墨镜的道士 还神神叨叨地围着她 转了两圈 你这人装神弄鬼什么呢 婆婆大着嗓门 抬手就想把那道士挥开 但那道士一句话 就把她留住了 怪哉怪哉 这位阿婆 你家是不是有三个孙女 我算算 你还有个儿媳快生啊 这肚子里的 倒是神叨叨地 掐了手算起来 婆婆听着她说的话 满脸惊喜 看她眼神也变了 殷勤地凑上钱 大师啊 我儿媳就在这 你给算算 她这肚子里的是男麻布 倒是神叨叨地 转了两圈 才摇摇头 得来应该是 你们这孙子 是得有情有义的 尤其喜欢她的姐姐们 她看到你欺负她姐姐们 现在跑远了 听了这话 婆婆紧张地 拽着我往前走 都快给人跪下了 大师 麻烦你给我这孙子 说一声 我这是想让她姐姐们 叫她来 再说她姐姐们 每天在家里享清福 那是一点孔雷兽啊 让她快点降生到我们家里来 跟着她姐姐们 一块相扶 道士又掐着手 喃喃了几句 继续摇着头 不行啊 阿婆 你孙子走远了 听不到了 要想让她回来 只能另找办法 婆婆一听 眼睛都亮了 一手抓住那道士 就追闷 什么办法 大师你说 我们家一定办到 那道士甩抬她的手 又神叨叨地绕了两圈 才开口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和孩子公公 改名望孙 叛孙 这孩子气得走远了 姐姐们是叫不回来了 要你们俩这样 德高望重的长辈 才能叫回来 我在旁边听着 使劲地憋着笑 又偷偷地 给道士比了的赞 接着假装担忧地 上前拍拍 快实话了婆婆 妈 没想到是这样 你和爸要不 我话还没说完 婆婆就突然冲得 道士挥出了拳头 接着两人 你追我赶的 一下子跑远了 只留我在后面感叹 这老太太身体还挺好 追着一个二十多岁的 小伙子还能跑这么快 一点也看不出 是个六十二岁的人 我心里也知道 今天这话让我一快听嘛 短时间内 老太太不会再来烦我 高兴地哼得小曲回家了 到家后 还不忘给我那小表弟 赚了一笔零花钱 刚才那倒是 就是他办的 婆婆不是喜欢 搞这些装神弄鬼的吗 那我也只好用魔法 打败魔法 过了好一会 小表弟才收了钱 还拍了照顾我看 我那婆婆 竟然后边又给了他 一千多块 看来这小子嘴巴可以 看他老太说服了 我心里一乐 想到弟媳说的事 就等那老公回家后 看好戏了 舒坦的日子过了几天 我正在享受着懒觉的时候 感到身旁的位置一沉 一股熟悉的气息笼罩住了我 你还知道回来 我都不用回头就知道 是我那出差了大半年的老公 我红的眼 转身扑进了他怀里 讲了这些天的委屈 尤其是关于女儿的 听他当面保证 不会让女儿改名后 我才放心下来 接着叙事叨叨了一会 发现他竟然睡着了 我这还有这小脾气呢 想把他咬醒 凭什么我晕返难受 他在这享受 只是一靠近 看到他脸上的飞眼圈 和来不及刮的胡子 我的心又软了 算了 让他睡会吧 当孩子出生了 有得他忙的 这么想着 我轻轻地给他戴上了被子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得起来 他像是条件反射一般 迷迷糊糊地起来接了电话 里面的人嗓门很大 耀子 听说你回来了 带着你老婆过来 咱们全家开个会 不等老公拒绝 对面对挂了电话 他有些无奈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眼我的大步子 大让我过去开会 你再歇会吧 别累着了 我心里明白是要开什么会 但我也告诉老公 直接起来换好了衣服 又偷偷地在肚子那里垫了个枕头 才拉着他说要一块去 他看了我这样还是妥协了 我们两一块 到了公婆住的地方那 一进门就看到老头 黑着的脸坐着 脑胎对着弟媳回来喝去的 弟弟倒是坐得好好的 爸 你找我们来什么事 我老公还带着我坐下后 就直接开了口 公公听了这话 看了我一眼 冷笑一声 把手里的大口碑 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 能有什么事 当然是关乎我们林家命脉的事 你们兄弟俩结婚多久了 一个男妈都没有 这是要把我们林家的血脉 断在你们这一带 他这动静 把正在端茶的弟妹 下得手里的茶杯 都掉在地上碎了 心疼的弟弟连忙过去 把人揽过来 还不满地说了句 爸 你正大什么的嘛 把小男都吓找啊 还好今天孩子们没快来 不然都要被你吓哭 还有妈 你平时也不喝这些个茶 今天折腾小男的嘛 有什么事快说完 我们回家带孩子去了 被这么一打岔 公公面上也绷不住了 连忙把今天的目的说了出来 今天叫你们来 就是一件事 让咱家三个女娃改名 这名字我都想好了 招地 探地 影地 你们商量一下 看盘这下娃喜欢哪个 挑哪个 我听了 偷偷翻了白眼 面上还是安静地 听着婆婆继续在那 解释她找来的 神婆说的那些话 等她说完后 我才假装惊讶地 把那天小表弟说的话 说了出来 妈 你咋还挺那个婆子的话 你忘了吗 上回我们在 住我家楼下 遇到的那一大师 他算的才是真的准 被这么一提 公公马回头 瞪着婆婆 她没办法 只好把那天的事情 说了出来 不过还是 没把改名字的事情 说出来 我看着她复杂的脸色 心里偷笑 面上还是假装无辜地说 妈 你怎么能把大师的 破解之法隐藏了 那大师可说了 不这样做话 咱俩永远没有男娃了 果然我这么一说 公公就着急了 知识问要怎么破解 我也没藏那掖着 直接喊得出来 那就是让您和妈改名 一个叫旺孙 一个叫判孙 胡闹 公公听后脸上的通红 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指着我妈 林药 看看你的好老婆 都成什么样子了 对我和你妈说这种话 我听后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上前一步 扯着婆婆的手 妈 你说话呀 那天那师就是这么说的 你快告诉爸 别让我被冤枉啊 婆婆善善地笑着抽回了手 一句话也没说 我一看她怂了 马上就往地上躺 学着婆婆平时闹得吊吊 天爷呀 爸 妈 你们怎么就不能 为了孙的歹个名 这要是我肚子里生出来的 是小女娃 那都怪你们 两个老人看着我这样 脸都绿了 我看之后更来劲了 大声地哭号着 呜呜 老公 爸妈不肯歹名 咱们儿子不肯来了 我边哭着边往老公身上靠 他半搂着我 无奈地贴着我的耳朵 轻声说了句 呦这点 你这都九个月了 我心想老娘当然知道 要不然早在这地上乱滚了 公婆也是听不下去了 婆婆小心翼翼地过来 想扶起我 丽雅 你听妈的 先让女娃们赶您试试 要是 要是不行 我和你爸 我们 我们下回就改名 婆婆几乎是咬着牙 说完后半句的 可我怎么可能答应 我揪着她的衣袖起了身 拽着她到桌子旁 本来我是想站上去的 但想想肚子里这个 还是妥协了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指着公婆恶狠狠地说 爸 妈 你们怎么这么自私 要知道 我可是为了我们老林家的孙子 半一因为你们不改名 我儿子跑了 以后 你们要怎么和林家的 列祖列宗交代 公公的脸由绿转黑 正想说些什么 我又是狠狠一拍桌子 再说 旺孙 探孙 多好的名字 大师精挑细选的 还是情侣名 一听就知道 你们是老两口 平时 我们也不需要你们照顾 你们在我这房子里 吃好喝好的 为我儿子改个名 怎么还不乐意了 这些话 都是平时婆婆 喜欢用到我身上的 这回可能闹说了 在场的人 好像都被我这一套 连招打傻啊 林光和良的老人 都呆呆地看着我 地席李盛南 倒是看得很兴奋 眼里还冒出小火苗了 我老公连忙拉着 我想打人场 爸妈 这是你们先考虑一下 我带着莉莉回去休息 我还没完顾呢 但老公都出手了 我也只好跟着他往外走 但没想 我们俩还没走两步 就听到后面 传来一声唾气 接着 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地席 他站起来了 爸妈 嫂子说得没错 其实我也找大师算过了 大师也说 是要也乃改了名 才能把孙子引来 说着他又继续说着 甚至提到了 他一直不愿意 提起来的原生家庭 大家也知道的 我家六个姐妹 都没有一个男马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我也乃不肯改名 爸妈 你们就成全我们四的小辈 为了孙子改了名吧 看到老婆这样 灵光也坐不住了 起来边等老婆 抹眼泪边说 小男说得没错 他们家的情况 咱们村里谁不知道 我看 爸妈你们就去改了名啊 省得整天没有孙子 来烦我老婆和大嫂 扑扑听后 两眼一黑 眼叹得就要晕过去了 地席突然窗上去接住他 膝盖都磕青了 妈是不是听说 要有小孙孙太高兴了 他寒得泪看得在场的人 这小眼神 要不说他能把灵光这个暴躁性子 拿捏得稳稳的 连我都要忍不住恋爱他 正当我欣赏的他的表演时 就看到他多眨眨眼 我一下就明白了 地席都豁出来了 我可不能让他一个人唱戏 爸妈 要不这样 我们先送你们回乡下 跟祖宗嫩求求情 刚好乡下消费低 还能留着钱 给你们的小孙孙用 一听我这么说 婆婆马上就睁了眼 眼珠子溜溜地转了转 一咬牙抓上公公的手 不行不行 我不回去 老头子 咱 咱改名 听到他这么说 我差得笑了出来 不过还是忍住了 生怕让他们俩看出来 就不改了 公公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 在我老公要给他们买票的时候 答应了 不过他还是有个条件 等你老婆肚子里这孙的生下来 我和你妈就改名回来 我们当然答应了 我心想 这名字要是改了 以后什么时候改回来 就不知道了 于是 婆婆拿上户口本 我们一家六个人 马上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帽子叔叔们一看到我们 眉头都拧了起来 但是一听到我们来的目的后 都差点逼不住笑 阿公 阿婆 你们俩要改名望孙 叛孙 不等他们回答 我这个善解人意的儿媳 就抢答了 是啊 是呀 我公婆可好了 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儿子 特地来改名当 麻烦你们帮忙拜一下 帽子叔叔点点头 接过两人的证件就往里走 然后就听到他们隔间里 传来了一阵报笑 好一会才回来 飞快地帮忙的手续 递回来的时候 我还贴心地帮忙接了 看了一眼上面的名字 明望孙 陈探孙 嗯 好名字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爸 妈 这户口本我先帮你们管的吧 你们也知道 这名字影响得在那龙堡 我担心你们要是被人骗了 又去改了名 那就麻烦大了 一出了派出所 我就直接把手里的东西 往自己包里塞 两个老人还想伸手 往我包里掏 但我那弟媳直接上来 挽住我的手 用身子把他们当得 严严实实 嫂子说得没错 再说 我这最近肚子也闹腾 不知道是不是有好事 要真有 还得把这功劳 记在爸妈头上 听了这话 公公婆婆扯得她手也松开了 两个老人相互对视了一会 一跺脚就走远了 这下我和弟媳可高兴了 直接商量着 大家一块去吃一顿火锅 没想到吃着吃着 我突然觉得肚子一疼 接着就是熟悉的流水感 赶紧拍着老公 让他对我送医院 虽然比预产七早 但孩子也是足月的 倒是没怎么折腾我 顺顺利利地生完后 第二天 我就住到月子中心去了 公公婆婆来看我的时候 还高兴地抱着儿子 嘴里喊着 要给起名什么光宗啊 要祖啊的 这名字好 要说还是爸妈会起名 这不刚改了叛孙忘孙 孙子就出来了 我看了眼开着的房门 大声地夸赞的公婆 很快就有别的 产妇的亲人过来了 一过来就瞧着我公婆 热情地掏出一根滑子 接着跟他们打探 这改名的事情 公婆甘大地笑着硬核 最后还是在人家一声声地 望孙哥和叛孙嫂中 把儿子塞回了我老公的手里 一溜烟跑回家去了 后来我出了月子 他们两包的严严实实上 我家找我要户口本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们俩竟然 在网上出名吗 甚至到老家的一些亲戚 都知道他们俩改了名 他们脸上算是挂不住了 这才追到我家来 提出要把名字改回去的事情 但这名字都改了 再想改回去 哪有这么简单的 我拿人手机发了条信息 看得老两口 七七哀哀哀的眼神 才叹得气说 爸妈 你们也知道 你们这名字不能乱改 小光家还没个男娃呢 你们就为了孙子 再等一等吧 公婆还想继续说什么 我家门口就传来了 熟悉的唾气声 我听说爸妈 要把名字改回去 总不会帮那嫂子 伸往儿子 就不管我了吧 然后又是熟悉的爆木声 不可能 老婆你别哭 我马上进去问嫂子 要爸妈的户口本 这儿子你想生 我也会让你有一个 听到门外的声音 我面前的公婆脸上 浮现了绝望的神情 他们终于闭了嘴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提过 要给我女儿改名的事情